因为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 周二再有7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管制黑名单 这7家与航天航空等相关技术有关的中国实体 分别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 771研究所、772研究所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2研究所、513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3研究所、58研究所 以及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美国商务部指控这些中国实体获取或试图获取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用来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 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一原因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黑名单的中国实体 已高达约600家、其中有超过110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加入的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艾斯特维茨重申 可被用来支持太空与航空航天事业的美国产品及技术 不能被用于中共的军事现代化 美国商务部将继续利用所有的调查资源 禁止中共获得敏感的美国技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余良综合报道